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的政論 我們有一個話題 值得講一下 起因就由一位叫做白謝偉俊的議員講起 為什麼叫做白謝偉俊呢? 通常我們將另一半冠名的女性我們公平起見 不妨開個玩笑 我叫白謝偉俊議員 因為我們對謝偉俊議員的另一半非常熟悉 他們的故事是香港人 除了這個小小玩笑之外 其實謝偉俊議員非常神奇 最近早幾天 當立法會一連三日討論施政報告的 他致謝議員的時候就語出驚人 那就嚴厲的批評了 本來稱讚特首李家超 施政報告做得好的 但是話風一轉呢 竟然批評他的 他的報告呢 竟然用搶人才這個字眼 非常之有意見 就借提發揮一番 就批評一番 我們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一個建制議員 為什麼他忽然間變得這麼有批判性呢? 是不是? 因為自從這個完善化了這個立法會 就是新的一國兩制之下的民主制度以來 那些議員都是很聽話 乖乖地做這個政府的三權合作 雖然官方從來都不承認 有三權分立這回事 但是我們的司法權是獨立的 我們的行政權是獨立的 我們的立法權都是完全獨立的 而且寫在基本法裡面 你不用這個三權分立形容 他們各有自己的權力 那就不是歸於一統的嘛 是吧? 當然我們很抗拒國內那種三權本來好像表面是分開的 但是其實又統一在黨那裡了 是不是? 香港的共產黨是隱藏了的 我們不覺得 他們都不會告訴你它存在是指導一切 沒有黨組織的 這個很重要的 都是尊重一國兩制的 當然我們知道背後做事是一回事 背後就教訓了這些議員 這班議員這一屆的議員 沒有了那些佼佼鎮的直選民主派之後 就顯得很乖的 全部都 設法子 贊政府 合作 那些事情做樣子 評論一下這樣 但是突然間謝偉俊利用這個借借定義的機會 即是值奸問難 突然提出這麼尖銳的問題的時候 大家就耳目一身了 對謝偉俊議員 她相當之深了 是不是? 甚至乎她的應該是愛人 應該是 白小姐都三選議員 從政經驗非常豐富 這對情侶好 夫妻好 不太肯定她是不是正式結婚了 但是眾所周知 謝偉俊 白謝偉俊 為什麼突然間有這樣的表現呢? 我們一般人就只是覺得高興 罵李家超那些圓廚粗皮 不懂東西 好像沒什麼教養 這些我們一般人都很高興 有人指出的漏洞 不只是我們的評論員 好像在那裡冒死 批判盡間這樣 建制裏面不會這樣的 應該是大家很合作的 大家都知道 早的時候有江若寬議員 是不是? 突然間就出來發難 指控這個防疫政策有問題 相當令到這個李家超政府尷尬 大家有沒有留意是三個月後呢? 就是這個 剛剛七、八、九月 九月後就開始有這些 發難的聲音了 這樣 那開始那些建制派典型議員都是很 好像成王成孔那樣 鄧家彪和他劃清界線 分開office 先分開office 免得被他拖累 被江若寬拖累 道不同不相畏謀 那究竟在新時代是江若寬議員做戲 還是他扮事 還是他搞些什麼呢? 我們以為是他個人的問題而已 是不是? 不想搞的 是不是? 但是發覺 咦?不是的 到現在第二回合呢 謝偉俊 這個呢 我們政界叫他們西環契仔的人呢 本來是很懂得看風頭 看火勢 看眉頭眼辣 那為什麼他突然間 突然間又加入這個 我們叫批鬥都不是過份 是不是? 致謝動議呢 基本上是港英時代留下的一個習慣 因為基本法呢 你是要就政府的報告 施政報告進行辯論的 是辯論而已 沒有特別的東西 那辯論的意思當然是叫你去監責它 我們看基本法 大家很多時候都應該去看 基本法第七日三條 有關立法的權責的問題 那我們如果你看這個權責呢 它比中國人大更加各有特色的喔 因為它寫得很詳細的 比如呢 它是負責通過公共開支 那這是很大的權利 不通過你就不行了 還有 可以罷免特首的喔 因此 前一屆有一批立法會議員 要搞 要搞 現在坐牢了 結果被告了 是吧 就是因為它用35plus這個 改憲政制度 但是這個呢 改一個 都是基本法第七日三條講了的東西來的 很有趣 當然了 講了不等他們做得了 結果被指控是 就是那個舊的民主派議員被指控是顛覆了 是吧 想奪取政權那樣 但是《基本法》寫了這條權的嘛 我也另外有片講過這個這麼有趣的 竟然變了犯法的問題了 但是問題就是 講一套 是吧 做可能是另一套 如果北京的心意不是這樣 現在謝偉俊突然間發難 是吧 和江玉寬 先有江玉寬 後有謝偉俊 他們兩個突然間發難 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是內人沉迷了 背後有沒有新意呢 當然在北京來說 就好了 不想清一色嘛 是吧 那我們怎麼解讀這件事呢 在這一次這樣的事件裏面 其實都挺豐富的 有兩個話題的 是吧 第一就是說他用詞操縮 謝偉俊 第二個我們就等下他背後的深層次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是吧 那他有沒有人暗示給他 是吧 指示他呢 因為我們都有一個指控 現在那些建制全部都 未選之前都說他們是忠誠廢物 充斥著民建聯啊 傳統左派啊 中商界啊 那些人呢 只是適當好處 但是監察政府 基本法有的 你看權 它有批評公共開支 有立法的權 你的立法權很大的 當然可以修改法例等等 第四條呢 第七、第三條第四段呢 就說要就施政報告作辯論 不辯論都不對的 以前就沒有的 港英時代是習慣弄了下來 還寫了《基本法》 還有可以彈劾政府的 還有要接受市民申訴的 那大家應該好好利用一下這個權利 最少那幫人不是你選也好 或者你不喜歡他也好 那它是用這個權利叫他做事的嘛 最少要叫他做事 嘗試叫他去處理你的申訴 那我不管你是委任還是選的 是不是呢 你都應該正正經經理行這些職責的 你這些職責來的 極權社會都 即是帝制時代 循名責實 給了權利 給了責任你了 給了權利也給了責任你了 現在是《基本法》第七、第三條給了立法會很多權 但是議員好像不敢用了 現在的分別就是 謝偉俊或者江澤勳 他們行使權 當然了 開頭就個個槍打出頭鳥 看著什麼事 但是如果不是 跟著呢 可能就紛紛效忧了 那北京會不會有反應呢 會不會出來 喂 不可以這樣啊 那個特首就很慘了 會不會有這些反應呢 暫時就不知道 那起碼現在就謝偉俊 繼江玉歡之後就開另一個頭 就是很不客氣 發揮了以前本來是民主派 以前是民主派做的工作 就是批判政府 和監督政府 其他人可能未收到封 未明白 這個當然我們不知道 背後有沒有其他人指點 高人指點 但是最少你看這次的施政報告的辯論 其實說辯論基本上是致謝動議來的 就是有人齊耳致謝了 然後就是說就他的報告 討論了一番 那竟然就有一些 各執 即是一些自己關心的東西就發揮了一番 好過說你是廢物那樣 是吧 不過你看那些內容呢 就真的想不笑都難了 因為每個人都借題發揮 葉劉就說罵通識科 當然阿超的報告裡面什麼都有 包括教育的 認為批判思維 通識科取消了 不知道他們說來幹什麼 所以都不要害他 他認為很多年輕人被誤導啊 因為有通識就叫你批判 批判思考就翻譯錯誤了 就是明辯思考才對 所以很多年輕人搞錯了 批判就變成批鬥 變成革命了 這樣 這些就是連討論都不是很想的 因為原意不是這樣 原意不是這樣 那為什麼葉劉 可不可以講一些實質的事情 它沒有 搞到結果是引致工業意外 大型 演唱會大型 阿摩那件事 屏幕倒下 都是因為通識教育 這是完全九不八八 但九不八八他都要說話 一人十幾分鐘 每個人不浪費 但多廢的話都說了 你說他們很不認真嗎 那你還有沒有別的例子 自由黨張宇人建議在全國課室安裝閉路電視 保證教師不會棄教書 他竟然說自己在六十年代都錄影的了 在美國讀書 在課堂可以錄影 在圖書館借語 我猜人家是選擇課目六十年代只有錄影機的 是為了要方便 某些課程這樣 其實是違反這個私隱條例的 如果在課室裡面 錄影 我都試過去觀摩或者去做研究 有些教師不願意 都不能勉強 我們只是觀摩就不能錄影 因為錄影有私隱的問題 當然張宇人知道那麼多話 但為什麼他講那麼多話呢? 沒有話要講 但是謝偉俊呢 講幾樣東西 兩樣東西主要都是 首先他是諷刺 諷刺阿超 說呢 以往的施政報告呢 一個人法律司令集體核心的東西 就交給林鄭時代 阿超就不同了 集體創作來的 那集體創作 就是說他 都不是他做的 他不懂事 自己做不到事 跟著就說呢 批評那些字眼 那他引起各方批評 大家重溫一下 他就搶人才的字眼 很有意見 太操促了 應該用吸引玩留人才 這些我沒有意義的 這些普通讀書的人都覺得這些字眼不好 那些字眼不好 那 除了阿超一定懂中文之外 是不是? 李家超懂中文之外 政府裏面還有CLO 有專家的嘛 那的確 李家超那些語言 語文似乎是他自己的 那我相信那個報告 雖然是集體創作 群體創作 但是他呢 李家超自己一定有做這個 最後由他執筆潤色 所以就放了他的用語 可能白謝偉俊收到封了 所以就嘲笑他這件事 那好吧 他說最近有人反映 拿新加坡李顯龍比較 反映香港人好像這類似的 李顯龍是什麼呢? 因為李顯龍都是英式教育的 昏昏中好像不懂英文的 李光耀都好像 那些中文很有閒的 但是其實他們不是純中國人的 他們是父母那一輩子 是英國人的 不過這個題外話 但是起碼他是三文兩語 他是做到真的 除了三文兩語之外 好像香港一樣是優雅 專業的 那就是說 阿超講話不優雅 不專業 那這個其實指控非常之大 而且涉及這個小小人身攻擊 那我都爲謝偉俊 白謝偉俊議員 裂一把寒會不會因此而被質疑他想有煽惑 大家對特首不敬啊這樣 我都爲他擔憂的 但是他又很勇敢地說了 又很得到香港人認同 因為他其實是講中的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了 為什麼一下子變得這麼粗俗呢 這樣 下下要搶媽搶物 我們跟大陸沒有分別了 這裡又差了一個層次 跟大陸沒有分別 我們已經不雲齒調九二 香港就應該是香港 China就還China 香港就不是China 一、兩制之下我們是有分別的 那有我們明明都不敢說 但是他講出來 那背後有什麼含意呢? 這個也是我有興趣的地方了 比較長期講了這麼久的地方了 大家可能看完一段新聞就沒想過這個問題了 為什麼是這樣呢?他又批評市民議員 就市井一些 以前黃毓民在那裡 無巧有非的 但是政府那裡 如果想吸引人才 必須考慮一國兩制之下 大家講不同的事情 一國兩制之下 大家講不同的事情 同國內 不是香港好像一下子變成了深圳、東莞 二、三、四、四、三是一樣的 這個很重要的 搞多少個峰會都沒有用 這個就很批判了 最後表示 如果香港的水換得太快 我知道 那些魚會死的 會走的 留人要攻心 保住價值才是的 要崇尚、優雅、尊嚴 開放和包容 這些事情句句有骨 但是 我不得不說 真是導出很多人的心聲 而亦都是 它是主心積慮說的 那我就提醒大家 要留意背後有什麼含意 我的解讀也不是太複雜的 就是根據《基本法》 根據原來的設計 其實現在是改了政治制度 產生的方法不同 職權是沒有變的 但是現在很多人 似乎就是誤解了 就是說 以後什麼共產黨 什麼事都打電話問中聯辦 可能有一段時間 要進行專政 因為香港的反對派太厲害了 19年之後 現在 共產黨都要說了一次 但是一過了這個緊張的時刻 尤其是二十大之後 習主席已經 習總好、主席好 已經是鐵定了半終身制了 那它什麼時候下台才算 那它已經沒有了 香港出事會連累到它 政權不穩 沒有這個問題 那你想想 其實常識來說 它都是會集中精力 要令到香港賺錢 這個很實際 很實際 由一個普通的香港小市民 好像我們這樣 到國家主席都希望香港 繼續發揮它以往的優勢 就是賺錢的優勢 那在這個背景 如果你吃得透這個大棋局裡面 香港的重要性在哪裡 你就明明其他都是次要 是不是? 共產黨都很清楚 什麼是主要問題 什麼是次要問題 次要的問題就是 你們都喀喀喀喀喀 有些媒體很不跟國內那一套 有些小市民喜歡示威 還有一些議員喜歡批判政府 批評政府 爭取選票 這些全部是可以被接受的 過去那兩年 國安法之後 出現過一個白色恐怖的環境 其實是中共主動需要緩和的 它希望 而我相信有些議員就收到這些封 特別是他們不是 收到這些信息 或者得到這個了解 他們知道他們都不是 根正苗紅那一堆來的 他們就是需要有自己的表現 因為將來根正苗紅 怎麼都可以 圍內一定分到餅 但是他們可能要出去直選競爭的 而直選現在只有兩成 是很肉酸的 將來可能回到一半的 當然是嚴格西國不讓親美 親西方的民主派出現了 但是在這個規限之下 都希望有一些真是能夠代表到市民 行使到基本法 是不是? 73條裏面 第四段 第五段 第六段 就是說 立法會議員是代表到市民 申訴的時候處理到 是發揮到辯論的功效 監察到政府 其實我們會看到 謝偉俊今天這樣說的 背後的原因 因由可能是這樣 氣泡正是有所變的 當然這個可能我太善良 但是我認為白謝偉俊議員這麼資深 他不會亂來的 我們看到這些跡象 都希望政治氣氛開始解凍 而各位忠誠廢物的議員 就以後自己要醒醒醒定定做人 就是不可以這樣了 今時今日還是這樣 不行的了 今時今日的服務不行了 今時今日 是不是? 好 這段政論的話題就暫時結束了 這個時間都算有些時間給大家了 那我們下一個話題再討論了 好嗎? 多謝大家耐心的收看 多謝大家